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在佛前 骗子我的理想与希望 种下我的爱与谦和 哪一天我能够提洗舍的燃 去收智慧的果 慈悲的花 无爱的愿 以及广大无爱的人缘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我们再次的录制佛心花海 感恩生命电视台这样美好的姻缘 让我们可以借花与大家结缘 明朝的元宏道说呢 花朵是天地间一股霞惠之气所凝聚而成的 那我们今天能够用这样美好的花 与大家做供养 绝言 真的感到非常的喜悦 那今天呢 我们第一集的节目呢 就要用一个蓝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作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 这边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蓝 那这个蓝呢 我们称它为宫廷蓝 宫廷蓝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稍微的欣赏一下下 这个蓝呢 它本身的这个编织非常的精美 而且这样的蓝呢 在中国呢 非常古老的时候呢 就开始运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时候在欣赏这些 这些花器的时候呢 会觉得非常的感恩 当时的工匠就能够做出这么美好的一个花器 来做创作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我们用一种无碍的愿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首先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蓝 那蓝呢 因为它的花器的放法呢 就有各种的不同 比如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把这个花器呢 这样子 这个我们称为体粮 这个手把我们称为体粮 那我们用这样端正的左右 东边跟西边的一个放置 我们就称为正制 那我们在一边插中呢 一边来介绍蓝的插法跟蓝的元气 那首先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花材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是台湾的春天到夏天非常美的一个花材 我们称为猕猴藤 猕猴藤 好 那我先把这个猕猴藤的这个汁呢 把它架构起来 那猕猴藤呢 在春天开始 开始就是发芽 那到了呢 夏天呢 它就会结出很美丽的花朵 好 那我先把这个猕猴藤的这个 这个果实呢 跟我们的这个体粮之间做一个架构 那体粮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各位看到如果这个花器呢 我要把这个藤架起来的话呢 可能要非常的辛苦 那我也藉由借力实力的方法 让这个猕猴藤呢 它能够很快速的 跟这个体粮之间做一个结合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当我在做这个结合的时候呢 这个猕猴藤 它展现的很美 然后体粮的美 也同时可以互相的展现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应用这样的一个空间来插座 那首先呢 我让这个猕猴藤果呢 稍微的减少一些些 因为它太重了呢 就会把这个花器呢 有一点点会 这个体粮会有一点点压到 所以我让它的果实稍微减少一些些 好 那我接下来呢 把这些那个果实稍微的减少一些些 让它的重量比较不会太重 因为这个重量太重了呢 它会压到整个那个体粮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会发觉呢 这个果实呢 如果减轻一点点呢 它的体粮就不会 就不会太重了 好 那我们也在这个减少这个果实的过程中呢 可以感到感受到就是 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因为夏秋的时候就是果实成熟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在擦花的时候就觉得果实好重 然后每次我们的学生都舍不得剪掉那个果实 然后擦起来就会有点点东倒西歪的 然后花都擦不好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真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把果实减少 就像我们常常说的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很多 那样的感觉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猕猴藤 整个跟这个篮子之间的体粮呢 做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在中间也可以去欣赏到这个整个猕猴藤 它的质感的一种美 跟持续的感觉 那看到这个猕猴藤这么的美 那我们在下段的应用的部分呢 可能就不要用到太多 那各位阿娃菩萨 接下来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花彩呢 我们称它为商路 那有时候呢 夏天天气非常是 虽然是非常的炎热 但是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中呢 也去感受到 真的只有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中呢 才能够让所有的花 在春天开花的花呢 经过了夏天的这个炎热的太阳 那这样的一个日照 才能够让这些果实慢慢的成熟了 现在还在这个小暑的时候 可是我们就会发觉呢 很多的果实就已经很圆满 很成熟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花呢 我想用一只这样的一个真垫花 那这个真垫花呢 是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花柴 因为我们台湾呢 在夏天 虽然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花 但是因为呢 因为夏天的高温 而且潮湿 所以就很容易 很多的花很容易 比较容易卸掉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进口一些南非的一些花 那这些花呢 就会让我们在茶花的时候 可以用的时间特别的长 那像这个针垫也是其中的一种 那我现在要稍微示范一下 怎么样去折这个针垫 因为这个花柴很直 那我希望它从这个瓶口出来 有一点点弯曲度 所以呢 我在这边就给它 放了一只20号的铁丝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放了一只20号的铁丝 然后呢 我把它一段一段的上铁丝 比如说 我可能知道我这边 是我最主要要折肢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的绕一下下铁丝 然后这个铁丝要有一点点用力把它绑紧 然后呢 上下各绕一次 上下各绕一次 就是分成三段去绕它 然后我把多余的铁丝把它剪下来 好 上端的地方 我再绕一段 好 那上端这边因为有叶子 所以我们稍微小心一点点绕 不要因为绕了铁丝把这个 把这个叶子给弄坏掉了 因为 我们东方的花艺 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不只欣赏花的美 我们也欣赏叶子的美 好 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铁丝做了这样三段的一个运用 好 那做好之后呢 我还可以再加上一下下铁丝 好 我加上一个绿色的tap 把它加上去 那这个绿色的tap呢 它是有一个韧度的 那这个韧度呢 能够帮我们把这个铁丝呢 就是第一个把它包起来 因为在古书里面记载 在平史里面记载说 用针宜藏 那这个针呢 就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铁丝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铁丝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修饰 好 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一个针垫呢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折枝 好 那我就可以靠在我的桌脚上面 帮这个花呢 这样子就可以弯曲下来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整个枝呢 就有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弧度的一个比较 变化 而且经过铁丝跟这个TAP的一个应用呢 它是非常完整的 那把它稍微弯曲一下下 好 那我把这个针垫呢 做我今天插花的这个主花 本来呢 我想说在这个作品呢 插比较多的作品 那但是刚刚一看到这个米猴藤呢 它一放上去之后呢 它的整个那个线条在整个空间上 一个运用就已经非常的美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要运用很多花财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 有时候我们说插花呢 多多许不如少少许 那借由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米猴藤它的那种弧度的一个弯曲 那可以感受出它整个生命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在后段呢 侧面的地方呢 我也再加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商路 因为同样是这种在 刚刚过了夏天的夏至之后呢 很多的果实呢 都开始有点点成熟了 好 那我在后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加一只的这个商路 好 那我现在来用一下下的鸡盘 好 那我们来找一个叶子 那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有这样的叶子 我们称它为电讯兰 那这个电讯兰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花财 因为它很很容易塑形 然后它做鸡盘呢 也就是所谓的鸡盘 就是我们用它来衬托主花的这个花财 它是非常的好用的 而且它很容易一下子就把那个主花呢 衬托的非常的美 所以是我们很多插花的人 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花财 好 那我现在呢 再把这个电讯兰液呢 后段呢再加一片 好 让它 后段再加一片的这样的一个电讯兰 让它有一个前颈跟一个后颈的一个深度 好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花 花的那种 跟这个蓝之间的一个结合 那现在唯一的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鸡盘稍微高了一点点 所以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想用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杜鹃 感觉上也是挺好的 好 那我在这边呢 在鸡盘的地方呢 我再稍微给它加一片的这个 杜鹃 杜鹃 那这样子看起来 就觉得这个肢脚呢 特别的清闭 特别干净的感觉 好 我在下段的地方放一个 就是会有一个很深度的 深沉的一种美 好 那我用一点点的这个 小花 我来用一朵白色的这个素心蓝 好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 这个花呢 也是很多插花的朋友 非常喜欢的一个花 我们称它为素心蓝 或者称它为小苍蓝 然后这个花呢 它很赖 而且它插起来很香 那今天我买的这个花又特别的美 但是我在下段的地方 因为我想用一点点的花就好了 不要用太多 所以我只用 我稍微把它也是折枝一下下 因为我在蓝里面呢 放了一个花器 那那个花器是像筒一样很细的 所以我就需要稍微折枝 才能够把它放下去 那各位爱花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折枝的方式 我刚刚使用 因为要折那个 要折这个针垫呢 怕它容易断 那我就必须一段一段 慢慢的用心的去折它 那现在这一个呢 这种树心蓝本身它的韧度很高